初五赢财神发大财的机会来了 半年初五2月20号开始 注册NewCons 168 就送您价值8.88元比特币 新年再加码 币圈前所未闻超强优惠 注册NewCons 168 用100元8折百进NIO小以币 限量100名 马上扫描微信 WorldWall2018 风打电话8008983057 注册抢币去咯 trianesefn.com 一个赚钱的网站 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2月27日星期二 我是主持人张雨昊 欢迎大家收看第1017的 NewCons 168比特币大赢家 一档紧跟加密货币赚钱契机的节目 今天数字货币市场整体涨跌互线 比特币占上1万美元大关 首先我们先请分析师Kinsley 和我们分享加密货币市场的新闻 和比特币相关期货及概念股的表现 自称中本聪的克雷格·赖特 于近日被控诈骗 因其非法占有同事所持有的比特币资产 据悉 赖特曾在2016年通过博客和采访表示 他是比特币最初的软件开发团队的主要参与者 但在有人质疑他的声明后 赖特决定不再出示更多证据 证明自己是比特币的发明人 近日赖特被控通过假冒合同和签名 占有其同事戴夫·克雷曼挖出的比特币 令中本聪真身的谣言再次引发热议 戴夫·克雷曼同样是一名数字货币信徒 但已于2013年去世 其家人于近日提交诉讼 主张对克雷曼生前挖掘的100多万个比特币 和开发的区块链技术的所有权 并削称这些资产的价值超过50亿美元 其他消息方面 贝莱德全球投资战略师Richard Turner 近日表示 预计在未来数字货币将会更为普遍 区块链的前景也十分广阔 但这条道路上有不少的阻碍 他评论到随着市场逐渐成熟 未来数字货币会被越来越多的使用 但目前这样想的人是有能力承受潜在损失的 同样 区块链需要克服重重阻碍才能实现理想 他补充道 尽管数字货币有前景 但目前仍然非常不稳定 也不受监管 现在就将数字货币整合到主流投资组合中 是有风险的 欧洲方面 瑞士证交所主席Romeo Letcher 支持发行加密瑞士法郎 他表示该机构将非常支持这一举措 并补充道 在中央银行控制下的电子法郎 会产生非常多的协同效应 因此对经济发展有益 不过瑞士央行却认为 目前还没有必要发行 所谓的电子法郎 瑞士央行主席Thomas Jordan认为 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 应该和传统资产一样 受到严格控制 期货方面 比特币两大期货小幅走高 接着发稿时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E 今年三月交割的 近月比特币期货合约XBT 上涨2.52% 报10590美元 交易量超过2000手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ME 今年三月交割的 近月比特币期货合约BTCF 报10600美元 交易量不到1000手 市场交投情绪与昨日持平 比特币相关概念股方面 比特币ETFGBTC继续上扬 截止发稿时 上涨2.36% 报18.24美元 主板比特币概念股OSTK 下跌5.36% 报60.95美元 XNET下跌4.15% 报12.95美元 GROW下跌3.36% 报3.45美元 ROT上涨0.2% 报9.92美元 此外 OTC市场比特币概念股 近日涨跌互线 截止发稿时 BITCF上涨4.92% 报0.64美元 MGTI下跌6.19% 报2.12美元 BTSC下跌2.59% 报0.086美元 GLNNF下跌7.7% 报0.563美元 好的 谢谢今天的新闻 及行情整理 接下来我们请到了 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Brand 为大家解析几大加密货币的近期走势 Brand您好 好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技术图形走势 那接着到目前为止的话 还是大家 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一条 比特币的大的下行趋势线 这样已经我们就花了很久了 一直围绕在这样的一个下行趋势线当中 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所以比特币的反转行情 我们单单的从日线形态上 还是无法去做一个确认的 需要继续做一个关注 什么上方11000点的这个位置 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阻力 这个是比特币日线的一个走势图 差不多我们画这个图呢 已经画出来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 所以我们还在继续关注这个大的下行趋势线 那我们更多的要从这个细节上来判断一下 那目前呢 大家看到的图形是比特币的小时线形态 在这个小时线形态当中 大的下行趋势线 我们看到在大的下行趋势线当中 已经出现了一个局部的向上反弹行情 是一个局部的上行通道 那么在这个局部的上行通道当中啊 其实还是有一个再局部的下跌趋势线的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局部的上行趋势线当中 这一块还有一个局部的下降趋势通道 但是呢 下降通道已经在这个小局部范围之内的反弹行情当中 获得了一个支撑 重新出现了一个向上反弹的一个阻力 所以这个是小时线的角度 那么小时线给我们一个信号 就是又在下行通道 又在上行通道当中 那两者一底下的话 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温和的整理形态 那么结合到日线的话 11000点是一个重要的阻力点 那我们把这个图形呢 再放到一个细节上 我们看一下30分钟的走势图 好 目前呢 这个是比特币30分钟的走势图 30分钟的走势图 可能就会相对应的显示出 短线会有一点点的看涨意向 那这个呢是比特币的一个30分钟图形上的一个向下的支撑线 如果大家看到的话 30分钟图形啊 是一个下降趋势线 但是呢 近期已经在底部这个地方被做了一个向上的突破 而且呢 这个突破的时候明显是有一个成交量的放涨 那如果我们以这个阴影区域来看的话 下跌之后 在这一块形成了一个底部的横盘区间 底部横盘之后呢 缩量上涨 上涨的时候有一个突破的放量 而突破放量之后 并没有出现那种回调 之前我们看到突破之后迅速回调 而是在高位进行了一定的横盘整理 横盘整理之后 继续的在这个地方放量 再度向上做了一个戳穿 但是还没有向上去试探11000点的位置 那么局部呢 在30分钟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起脚 起头的一个反转形态 但是呢 我们认为呢 以20周期均线和50周期均线 在30分钟级别上来看的话 比特币的短期还是维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上涨状态 所以呢 综合上述来看的话 中长线呢 我们还看不出来明显的方向 但是短期比特币向上走高的迹象 会相对比较偏明朗一点 那目前呢 我们就关注一下 这个阻力区间 现在新的这个整理平台 能否再做一个方向性的选择 那最后呢 4小时的图形 大家如果在4小时的图形上来重新看一下比特币的话 目前它很有可能再构建一个头肩底的一个走势形态 那么经线位 在这个地方 现在这个地方是左肩 这个地方是下方的头部 然后这个地方是右肩 如果呢 头肩底在这个地方可以选择做一个向上突破的话 比特币的反转行情 2018年比特币的牛市行情 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宣告 已经到来了 行 那以上呢 那是今天我们对于比特币的技术分析 谢谢大家 谢谢分析师Brand 今天比特币行业采访 我们继继继续为您带来曾经神准预言比特币会大涨的分析师摩亚斯 Rony Moss 他将在镜头前预言今年比特币会达到的涨幅 我们来听听他的预测 我的目标 我的目标 在这个年代表是$28,000 我的预计 预计预计 我们是$2,570 所以我们已经有预计 我的预计 如果您的预计 它是$500,000 它是$500,000 所以我认为一个200% 从来我们现在 到最后的年代 但是它是没有确计 在投资 我认为你所说的 两个月前几个月 它是很稳定的 人们应该不会购乱 他们不能够购乱 walmy experience in the stock market 20 years experience taught me one thing when you like a name and it goes on sale you add to your position the same way you like going to shopping when there is a sale I like going shopping when there's a sale and anyone that's following me on Twitter knows that I bought Bitcoin $8,000,$7,000,$6,000 and now I have a profit on all three of those purchases that I made because we're at $10,000 right now people have to keep their composure during a panic you're supposed to get greedy when other people are fearful and you're supposed to be fearful when other people are greedy so if you believe in this it's a buy and hold investment and every time there is a nasty correction you're supposed to add to your position but you don't take a bet that you can't afford to lose you bet a few months of your salary on this and if the bullish forecasts are true and they turn out to be true you knocked a few years off of your retirement age 以上就是今天的Newcoin C68比特币大赢家 数字货币赚钱资讯 美股最新动态 敬请关注中文投资网实时更新 谢谢大家收看